陳曼你知道我以前有見過你 我以前是讀平鎮高中 嗯 然後你跟韋志教練 我跟韋志很熟 對 所以 我第一次見到你的時候 你知道我第一印象對你是什麼 什麼 就是哇 好壯 會嗎 你好好厚 就是對 有點嚇到 哈囉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曹寧 歡迎收看名人說生活 那我們現在來歡迎 你擁有神之著手的男人 陳曼英神敗 因為日本就是日本打者嘛 那到了大野盟有非常多 各式各樣風格的打者 那你會做什麼 球風上面的改變嗎 或者是你的策略啊 或者是戰術 也是會有啊 因為日本的話 他們的日本打者 他就是比較細膩嘛 就是比較用怎麼 破壞你的節奏為主 所以這一方面的話 可能就是會做一些 比較不要讓他去那麼容易破壞掉 或者是有一些距離感的感覺 讓他去產生一些視覺上的差異 美國的話 因為他是主要是比較有power型的嘛 那所以就會 一樣就是會 貼近的那種攻略 策略會比較多一點 哪一個 哪一種類型的搭建 你比較難對比 我覺得南美洲的耶 因為南美洲的 他們的那種感覺怎麼講 就是你要有年薪他們也會有 但是他們多了一個力量 野性 對 他們那個力量power型的感覺 就是又更 怎麼講又高一級的感覺 因為你可能就是獅頭率 日本的話你獅頭率 可能就只是被打安打 偶爾可能就是長打 可能二雷安打這樣子 但是全雷打的數量就會比較少 但是美國的話 你只要稍微一點點的獅頭 它就可以把你球直接扛出去 然後這種機率吧 就是打到的機率又相對高很多 而且在日本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反正我獅頭球 偶爾的獅頭球沒有關係 所以我投多一點的球速 可能就是才會產生疲勞 可是在美國的話 你除了身體的體力以外 你還有意識力去控制這些事情 所以相對的 所以美國他們的限制球速 就大概會在100顆上下 那你差不多就要換掉 破了100之後的意識力 或者是體力 所以其實是Double的在消耗 可能賽季外的那個體能訓練就更重要 也不能說體能訓練 而是說季後的訓練 會更加注重在可能專注力上面 可能就是你在做每一次的東西 應該是說日本的話就是以湯數多 它就可能就是你可能要跑16湯20湯 可能甚至更多 那可是美國的話可能就是 你每一次做的東西 我就是譬如說我側秒 但是我給你一定的時間休息 然後讓你趕快恢復 就讓你強迫自己要讓自己的恢復時間加快 但是日本的話等於是 我就是跑到最多 做到最多 然後我的體力自然而然就會跟上來 所以訓練的方向就會比較不太一樣 你大概都會多久 多久前 比賽多久前會到球場 比賽前的三個小時 會到球場 三個小時 以前在日本的話就是 你做操的時間 就是要跟大家一起 比如說大家做操的時間是 1點半 對 那我就1點半以前就要 可能就是做操前的大概1個小時 大概12點半我就要到球場 然後可能先熱身 然後再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完之後 然後就去跟大家一起熱身 穿接球完之後 進來 就可能就是練習時間比較快 結束 然後回到 回到休息室 可能就是可以有按摩 或者是自己放鬆 然後等到比賽前的30分鐘 然後再開始熱身 在第二次的熱身再開始比賽 可是在美國的話 等於是你完全要自己去掌握 我比賽前呢 可能30分鐘要進牛棚的話 那我可能要抓1個小時 到1個半小時先把自己準備好 熱身好 那比如就像我在美國的話 去到球場第一件事情 可能會先去泡那個 怎麼講 就是泡熱水 讓自己先 放鬆嗎 也不算放鬆 就是先讓自己的身體先熱起來 然後熱起來之後 再開始去做伸展 然後動態操 然後可能在騎個腳踏車 再流汗一下之後 然後去到外面的牛棚的地方 開始傳接球 那有沒有 比如說 特別的福利 或者是獎勵 比如說比賽獲勝怎麼樣 我覺得美國比較多 美國的話可能就是 像是說第一次的 拿第一次滲頭的時候 然後你可能就是進到 那個什麼 clubhouse裡面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有一些小小的慶祝 然後之後再來看看 比如說新人 然後再來給你 怎麼講可能就是 老將要買西裝一整套送給新人這樣子 因為上大聯盟最常要的就是 襯衫 西裝 就是最需要的 那個是規定嗎 一定 就是你進球場前 一定要穿 應該是說 去客場的時候 你一定要穿西裝 然後你去客場的時候 一定要穿襯衫 就是硬性的規定 因為你不能穿的說 如果穿的很邋遢 褲子破掉 可能就比較流行 可能褲子破掉什麼 你穿到球場裡面 可能就會被講說 你這樣子 沒禮貌 不是一個大聯盟應該有的樣子 所以他們蠻注重外表的 那神伴你有沒有 哪一個時間點 或者是你在人生中 有沒有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比如像我去 我在日本的時候 那2009年稍微有一些成績出來 然後2009年之後 開始每個記者都會問我說 那你有沒有打算要去美國 那我當下其實都是回答說 時間到了就會自己去 其實做抉擇不會到很難 但是比較難的是在於 你做了這個決定之後 怎麼讓你不後悔 我要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 唯一想的就是 就算我做錯我也不要後悔 反正我就是做了自己決定 然後就是走 走到 就是想辦法把它走到最後這樣子 因為就是堅持嘛 對自己來講就是堅持到最後 永遠不去想後悔的事情這樣子 那神伴你的球員 生涯這麼長 那你在球員時期 一定會遇到很多 比較難熬的時期 那你都是用什麼樣的心態 然後去做調整 其實也沒有什麼心態 我覺得就是 你那天表現不好 就會盡量趕快的去忘記它 然後盡量就是去想說 欸我還有下一場比賽 我不應該待在這個moment裡面 你要趕快去抓到你的問題在哪裡 然後我要來解決問題 而不是我不知道問題 我還把問題帶到下一場 那可能就是比較麻煩 神伴你知道我以前有見過你 我以前是讀平鎮高中 嗯 然後你跟韋志教練很好 我跟韋志很熟 對所以 我第一次見到你的時候 你知道我第一印象對你是什麼 什麼 就是哇 好壯啊 會嗎 就是 你好 好厚 就是 對 有點嚇到 因為我們 以前在 都是在電視上看到你 嗯 是你們那個球場剛蓋好 剛弄好還是什麼時候 我也是有一次找我過去 對然後你那時候有在那邊 Catchball啊 對簡單的Catchball一下 然後動一下 哇好壯 我想說 哇以後 假設真的打磁棒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變 這麼厚 我想問你 上一次哭是什麼時候 應該是剛去日本的時候 嗯 這麼很久以前 剛去日本的第一年 那一次哭的原因是因為 我剛去日本的前 2月3月4月到4月有翻譯 4月之後就沒翻譯了 那一個時間就比較挫折 然後蠻孤獨的 蠻孤獨的 就是很無聊 然後也不知道做什麼 然後網路又很爛 然後看電視也看不懂 跟人家聊天也聊不起來 有一度時間就是蠻無聊 然後不知道做什麼 然後就是 有稍微落淚了一下 他說自己跑去買了一個音響 聽音樂 對聽音樂這樣子 然後就放音樂 然後看電視 然後坐在那邊 電視打 也不能說我在看電視是天資在看我 就坐在那邊 然後電視這樣打開 然後音樂在這邊放 然後自己坐在那邊 也坐了兩三個小時 也不知道做什麼 然後就默默就想說 我到底出國 為什麼要這麼辛苦 我就想在那邊想 就莫名的就 眼淚就掉下來 然後後來掉下來之後 掉了那一次就告訴自己說 別人想要出國不能出國 我可以出國 為什麼還在這邊哭 所以就告訴自己說 我不能這樣子哭 我應該要做什麼 然後就從那之後 三不時就去隊友的房間 敲敲門也沒關係 打開門二住聚一下也沒關係 然後去樓下 然後大家看比賽 然後就坐在那邊 跟大家一起看個比賽 看個十分鐘五分鐘也好 然後再回到自己房間 再去弄一弄 反正就是每一個房間 都一直敲門 然後再回到自己房間 然後這樣 東鬧鬧西鬧鬧 回到房間也八點多 然後再去洗個澡 弄一弄 差不多九點多就睡覺這樣子